以保健为目的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用艾融或药物为主要酒材 点燃后放置在数学或病变部位 进行烧灼和熏运 借其温热刺激及药物作用 温通沁血、浮症驱邪 以防治疾病的一种中医保健技术 爱酒的适用范围 酒疗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可用于改善寒凝血质、经络壁阻引起的腹痛、痛经 还可缓解外感疯寒的感冒、咳嗽 及脾胃虚寒呕吐及泄泄 改善气虚汗出、脏气下垂等问题 更是常用于防病保健 长久足三里、大锥、中板等学 能激发人体正气、增强抗病能力 注意事项及禁忌 一、爱酒部位已充分暴露 注意防止爱灰掉落、损伤皮肤或衣物 二、年老者、儿童、体质虚弱 及初次接受爱酒者时间不宜过长 酒量不宜过大 经期、孕妇腹部、腰底部不宜爱酒 三、爱喝或爱香酒过程中 勿移动体位 以防气聚掉落 四、爱酒过程中操作者要全神贯注 爱酒的温度以受数者感觉舒适为佳 并且认真观察受数者的反应情况 必要时调整爱酒的角度及距离 五、对于局部知觉减退的对象 操作者可将时钟两指置于失酒部位两侧 来侧知受数者局部受热程度 以便调节失酒距离 掌握失酒时间防止烫伤 六、下列情况不宜爱酒 醉酒、过激、过饱、过渴、过度疲劳者 出凝血功能障碍者 传染性皮肤病 皮肤有破损 中度和重度水肿部位及静脉曲张处 七、以下身体部位不宜爱酒 体表大动脉搏动处以及眼、耳、口、鼻等五官孔翘处和乳头等部位 孕妇及经妻妇女的腹部、腰底部 操作步骤与要求 一、爱酒常用器具 爱柱 是将爱绒做成一定大小的圆锥形爱团 称为爱柱 爱条 只用爱绒卷成的圆柱形长条 有不同粗细规格 根据爱绒内是否有添加其他药物 一般分为氢爱条和药爱条 爱和、爱香 是盛放爱酒的器材操作方便 二、施术前准备 根据施术部位的不同 选择爱柱、爱条、爱酒盒 施酒顺序 施酒的顺序 临床上常见先酒上部、后酒下部 先酒背部、后酒腹部 先酒头身、后酒四肢 先酒阳经、后酒阴经 三、施术方法 直接酒 用黄豆大或枣糊大小的爱柱 直接放在穴位上施酒的方法 根据刺激量的不同分为化浓酒和非化浓酒 从而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间接酒 是相对于直接酒而言 即爱柱不直接接触穴位 在爱柱与穴位之间 隔上某种药物施酒的方法 故又称之为隔物酒 常用的有隔浆酒、隔蒜酒、隔盐酒、隔负子饼酒 爱调酒法 点燃爱调湿酒的方法称为爱调酒 常用的爱调酒法有旋起酒法和食岸酒两种 旋起酒法 树者手持爱调将爱调的一端点燃 直接施于湿酒部位之上 与之保持一定距离 使热力较为温和的作用于湿酒部位 温和酒 将爱调燃着端 悬于湿酒部位上 距皮肤2至3厘米处 酒制受术者有温热舒适、无灼痛的感觉 皮肤稍有红韵者 为温和酒 一般每学酒15至20分钟 每天一至两次 回旋酒 将爱调燃着端 悬于湿酒部位上 距皮肤2至3厘米处 左右往返移动或反复旋转进行久治 移动范围约3厘米 使皮肤有温热感 而不至于灼痛者 为回旋酒 一般每学酒15至20分钟 每天一至两次 雀灼酒 将爱调燃着端 悬于湿酒部位上 距皮肤2至3厘米处 对准穴位 上下移动 使之像鸟雀灼石样 一起移落 忽近忽远的湿酒 为雀灼酒 一般每学酒15至20分钟 每天一至两次 温酒气酒法 温酒气又称酒疗气 只专门用于湿酒的气具 选择款式合适的温酒气具 放置爱溶或爱调 点燃后 置于受数者相应部位熏酒方法 称为温酒气酒 常用的温酒气 有酒驾 酒盒 酒香 及酒桶 施数后处理 爱酒结束后 若局部落有爱灰 帮助清洁皮肤后 注意保暖 可饮温水一杯 若不慎被烫伤 可局部涂擦炉绘或烫伤膏 若出现小水泡 可任其自然吸收 若水泡过大 可用一次性消毒针 从边缘将泡刺破 再用消毒肤料覆盖 若受数者在接受爱酒治疗过程中 发生晕厥的现象 称为晕酒 表现为头晕 目眩 恶心 呕吐 心慌 四肢发凉 血压下降等症状 重者出现神志不清 大汗等 此时应立即停止爱酒 让受数者平握于空气流通处 松开领口 给予温白糖水 糖尿病者慎用 或温开水 闭目休息即可 对于促导神昏者应及时急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